专载自摆家号作者,篮球大嘴说,杜兰特和球迷直来直去的场外斗嘴的低级表现,让球迷很容易怀疑这个球员的球伤。 但不可否认,杜兰特从进入NBA以来,一直是联盟炙手可热的超级得分手,杜兰特的高效体现在来,网大了说,不论是进攻防守,杜兰特无所不能,尤其是小球当道的NBA时代,内线球员的多位和低位技术,都下降了好几个当次。 毫不客气的说,只有绝对身高优势,有能力统治一号位,到五号位的杜兰特,是NBA全能巨星的典范,而下面的五张图更能说明杜兰特得分的高效,篮下进攻命中率。 最能说明球员突破的真实有效性,NBA非常多突破优秀的速度行后位局限于此,面对身高手长的内线对手,往往只能选择效率跟了出手方式,而杜兰特75.8%的命中率,仅次于命中率为76.2%。 占姆斯,但你要考虑,占姆斯对这项技能的依赖性,中距离两分已经逐渐被NBA大趋势所淘汰,但这个位置曾经是乔丹,科比是封卖摇摆人和内线球员进攻区域的大热门。 德罗战也仍然在引用后卫沉到中距离后样的传统进攻套路,而杜兰特以50%的命中率,在这数据上都遥遥领先,场军出手3.64也领先于大多数球星。 在勇士,火箭引领的三分大队的背景下,抢两分是最不划算的得分方式,在场军得分大于10分的球员里,杜兰特的命中率排在第三,但在场军出手3次以上的球员里,杜兰特的命中率紧接落后,勇士队友汤普森和超级射手JJ雷迪克未标明,三分成为NBA所以球员最重要的武器。 杜兰特在命中率上仍然遥遥领先,在场军出手6次3分以上的球员里,杜兰特41.6%的三分命中率,仍然正落后于超级射手汤普森和雷迪克未标明。 说白了,这种程度下的杜兰特,在任何球队里,不仅可以是防守中轴,还可以是球队第一射手,第一突破手,第一单打手。 这几乎做到了一个进攻球员,可以做到的极致,即使乔丹,科比,掌姆斯都在不断围绕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相机抉择队友的功能。 而杜兰特呢,最萌生高差。